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都可以从说向上当主持人 我说到向上也可以 你没事别老提我 您今天主要说点什么 我最近研究了一个话题 您给说说 联名 联名 什么意思 比如说 两个服装的大品牌强强联手 推出一个新的产品 这就叫联名 明白了 就比方说咱们哥俩放在一起联名 您姓李 我姓池 咱们一联名 咱们就变成了池李爬外组合 别闹了别闹了 咱这是这样 我们是做一个美食联名 美食联名 公豹 鸡丁 不是这个 那您到底要说什么 公豹 我后边有鲍鱼 海参 这样的联名 就是从一个地区 特有的一个食材 和另外一个地区 特有的烹饪技法 口味 联名 还是不明白 得了 一会儿给你做一个 你就明白了 行 走 走 哎呀 联名这事啊 咱们今天呢 其实有一位朋友 他特别懂 他也带了他的联名好菜 咱把这位朋友 一块请出来 有请 这联名能少了我吗 我做厨师的时候 都研究过这个话题 哦 大家好 我叫陈一真 来自贺南 我也经常把各地的美食呀 混入在一起 制作成一加鱼 大鱼二的效果 哦 我明白了哈 就是既是联名 对 也是升级 大家好 我是李川 知道啊 今天我们要做联名美食 所以呢 节目组啊 特意准备了一个板子 上面呢 也有烹饪技法 也有美食 咱们一块给大家看一看 哎 哎 你看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烹饪技法 麻婆 蛋蛋 剁椒 还有各样各种非常熟悉的食材 那比如说啊 麻婆 肯定就想到了豆腐嘛 麻婆豆腐是川菜的一个代表菜 对对对对 今天既然要做特别的联名美食 那肯定不能光是豆腐了 我给今天带来的菜品是 麻婆焖子 用四川的这个烹饪技法 做河南的焖子 哦 麻婆焖子 焖子是什么 焖子 哎 您这个问题问得好 我也不知道焖子是什么 麻婆焖子 是将四川的麻婆豆腐 和河南的粉条焖子 结合在了一起 用焖子替代豆腐 这样的做法 会获得怎样不同的口感 在口味上 又能否达到麻婆豆腐 麻辣鲜香 酥嫩烫捆的要求呢 我们拭目以待 我一看上面这个食材 没有焖子 只有粉条 这个焖子呢 就是粉条 加香料 红薯粉 烹饪而成的 但是它怎么样的这个焖子 跟豆腐感觉还都不太一样 可以啊 这个像不像酸辣婆 您这么说很像 是吧 水开以后 咱们下水 将红薯粉条 给它浆软和了 这时候呢 咱们粉条已经浆的水亮了 然后呢 光火给它逼出来水 这就是我们煮好的这个粉条 但是这个现在看的还是粉条啊 对 这时候呢 我加开水 下入咱们的主要环节 这是要做料水吗 对 要做料水 八角 小茴香 花椒 开锅一分钟左右 咱就可以关火了 然后呢 我要泡着这个粉条 然后呢 咱把香料逼出来 我看这是 酸辣粉 酸辣粉 然后呢 煮它三五分钟 让粉条和这香料水 充分的吸收 这样的话 咱一会儿那个焖的呀 做出来味道会更香 它还要再煮一下 对对对 煮五分钟左右 水差不多收干就可以 千万别熬糊了 一定要看着 陈大哥 我在这边给您看着锅 您准备这下一步骤 得嘞 辛苦您对 我来吧还是 您来啊 那也就 您来您来 这呢就是咱们的红薯粉 嗯 加入咱们的水 把红薯粉稀释一下 还这种行吗 可以了 可以了 李大厨麻烦您 把那个给我倒进来 到这里面 对对到这里 这回您看着 就不像酸辣粉了吧 这回是不像了 咱们开始加料 嗯 姜末 葱花 十三香 嗯 放少许的盐 放点胡椒粉 如果让需要它带点底色呢 可以加几滴老抽 哦 让咱们这个焖子呢 带有颜色 因为您今天这个 就要代替那个豆腐 对对对 所以它就不够颜色了 对对对对 哦 用它来代替豆腐 所以它也要接近豆腐的色泽感 对 哎 给大厨给大伙介绍一下吧 这个一个合格的麻婆豆腐 大概需要什么样的感觉 很简单 嗯 麻辣鲜香酥 嗯 这是我了 然后是嫩烫捆 捆 捆是什么感觉 捆呢就是一块一块 就是豆腐不散 对 要是出来的块都有标准 用焖子代替豆腐 也能做到这几点吗 有可能会比麻婆豆腐还好 您瞧好吧您这 好 这时候抓均匀 让它彻底稀释完以后 找一个托盘 然后拿过来 用刷子刷上底油 刷底油呢 不容易粘底 这时候呢 轻轻的震两下 让它更加表面平整 今天咱们这个容器呢 有点偏厚点 咱们呢 蒸差不多一个小时零二十分钟 那个搁那先蒸了咱们 我从家里边蒸好了 带过来两块 放凉的 给大家看看啊 对 您看 上面隐约的还能看到那种 粉条的纹路 对 改成2.5厘米的方钉 就是这个块的大小 就是跟豆腐大小是一样 对对对 就跟咱们麻婆豆腐的大小是一样的 对 好 这时候就改刀完成了 嗯 下一步进行烹饪 这时候呢 葱花 葱花 为什么叫麻婆焖的呢 这时候呢 咱们下入关键的 麻椒酱 哦 这是麻椒酱 对 麻椒炒干了 碾碎了 做的酱 这时候呢 咱们加入 焖煎豆腐酱 炒出香味 炒出香味 炒出红油 对 哎 这香味一下就来了 来点酱油提提鲜 满屋飘香 是 对 炒出香味以后 咱们加入少许的水 嗯 加少许的糖 嗯 咱们下咱们刚好切好的焖子 好嘞 对 焖子入锅了 对 这时候呢 咱们小火收汁 好 哎 我们刚才强调了一下 麻婆豆腐的八大特点 咱们这个菜能对应上吗 没问题啊 麻辣鲜香 咱们麻呢 麻椒酱 对麻椒酱 辣呢 咱们用皮肝豆腐酱炒出红油来 哦 鲜味咱们加点酱油提提鲜 嗯 香 等咱们出锅呢 撒点葱花芝麻 麻辣鲜香都对应上了 酥是什么呀 酥就是咱刚才炒那个肉沫呀 炒酥了炒脆了 那嫩呢 嫩就是它本质 对 烧透了 预热有点会变软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捆 这个肯定捆了 豆腐不散 对 但是这个不用问了 因为肯定不会散 还有一点就是烫 它跟那个麻婆豆腐一样 出锅的时候烫烫的困困的 这时候可以了 可以出锅的 对 麻婆焖子出锅咯 出锅咯 来 来 现在看是比较像啊 很像 哇 对 那种弹的感觉特别明显啊 对 哇 好像在吃肉啊 这个口感太好了 红薯粉条有那个香料水 就是您吃出来有点像那种吃肉的感觉 不是最关键的您发现没有 就是您越嚼 它后面的回口越香 对 就是说明它里面那个入味入得也很深 麻辣鲜香酥 嫩烫鬼啊 都在里面 都体验出来了 对 真的我没有想到啊 我们这种强强联合 真的是那种一带一带有二的效果 我们刚才说的麻婆豆腐的特点 它不仅有 而且它有自己的香料水的味道 它里面那个味道层次感更丰富 对 焖子放凉 切成小块备用 炒制底料至关重要 麻椒酱必不可少 步骤正确 就能做出麻辣鲜香 酥嫩烫捆的麻婆焖子 给大家画个重点 粉条浸泡料水后煮至 这样可以更充分入味 您看刚才麻婆跟焖子 我们觉得是连线成功 接下来这个蛋蛋 那我知道了 蛋蛋肯定得连面嘛 蛋蛋面嘛对不对 不对 不是干面 剁椒 那肯定是鱼头嘛 也不是 因为我从广东来 我要把广东特色的美食 给你重新强强连合 那您给连一下 对 蛋蛋肠粉 对 鱼蛋 剁椒鱼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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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很清淡的食材 重新联手的 特别浓郁的味道 那不又变成一家一大鱼二了吗 一定的 那咱做起来吧 好的 我先做这个蛋蛋肠粉 好 对 蛋蛋肠粉 是将四川蛋蛋面料料汁 和广东肠粉相结合 让肠粉更入味 同时保持蛋蛋面的口味不变 口感却升级了 今天李川大厨 将用什么方式 让两者更好地融合呢 我把这个肠粉的浆先开出来 可以 然后呢咱们这用到什么 粘米粉 不是粘米粉 粘米粉 是大米磨成的粉 又叫做大米粉 粘米粉质地细腻 糯性较低 吃起来口感顺滑 因此常常用来制作萝卜糕 菠体糕 肠粉等小吃 粘米粉呢 一斤 然后这个是玉米淀粉 多少 这是二粘 生粉 生粉就是土豆粉 三粘 小麦粉 半斤 五粘 现在咱们加3.8斤的水 这要把它卸成浆 对 要卸成浆 水跟粉的比例 一定要特别严格的 接下来咱们来调这个马 我玩手给你点下菜 咱们这个锅烧肉 一定要把这个肉煎得酥香了 嗯 干一点 我们加入这个芽菜 生抽 老抽 白胡椒 白糖 白糖 这个哨子呢 咱们就炒出来了 好 单单面有一个汁 咱们再调一下 好 咱们主要用什么呀 麻酱 这就是北方的芝麻酱 对 北方的芝麻酱 对 北方的芝麻酱 加点醋 醋 叫一些醋来卸酱 对 掉一些醋 纯净乳 生抽 老抽 香油 咱们再加一点点的盐 嗯 这个汁咱基本就调好了 这就可以了 对 接下来呢 咱们要再加拉肠粉 哎 为什么都叫拉肠粉 是因为蒸肠粉 它是有一个跟抽离似的拉香 对 它一拉出来 就是一份肠粉 对 今天咱们做的这个 作为家常版的 纯家庭版的 需要什么我给您准备 来 上家伙 什么家伙呀 哇 家伙来了 我们今天呢 就用这个锅来做 哦 用这个锅 当那个蒸锅来用 对 当蒸锅 咱们拿这个盘呢 就当那个铁了 哦 咱们呢 先把这个盘上呢 要抹上油 然后呢 一定要把这个盘呢 盘子中入 一定要中入 盘子为什么还要热一下 因为等一下把这个姜呢 打到里边以后呢 它就 热嘛 它凝固了 把多余的姜倒出来 很薄的 哦 你不能卷得很厚 明白了 哦 基本上呢 其实用不了一勺啊 这一定要让它均匀地受热 让它赶快地凝固 把这多余的姜呢 为了给倒回来 不能浪费 哦 多余的要倒出去 对 多余的倒出来 然后盖上 哦 大概蒸多久 哦 两分钟不大 哦就行了 对 这就好了 哦 这就行了 对 咱们要把它切好了以后 一会好去拌这个蛋蛋面 嗯 接下来给大家推出的就是 由蛋蛋面和肠粉联名的 蛋蛋肠粉 哇 好香啊 绝对是一种新的味道 因为它既保留了那种蛋蛋面的那种 呃 原本的底料香 哇 然后什么醋啊 辣椒啊 然后这种麻酱的这种香气 然后又 结合了我们的肠粉 对 然后肠粉嚼起来就很有韧劲 很有韧劲 哎 吃起来 痰痰的 痰痰的那种感觉 完全体现出来了 创新的确实不错 用这个蛋蛋面的这个卤 结合咱们广式这个肠粉 嗯 强强联名 哎 对 吃到嘴里啊 是一口啊 就能吃到感觉在身处成都的街头 再一口下去细细品味 又好像来到了广东的街边 哎呀 这两种碰撞的感觉 真的是特别明显 而且格外的好吃 各有特色 我们广东的美食很多 嗯 等一下我再给你拿广东的鱼蛋 碰撞一下湖南的剁椒 鱼蛋是广东很有特色的一个小吃 对对对 剁椒我们都吃过 什么剁椒鱼头啊 是吧 但是这个剁椒和鱼蛋结合 还真没吃过 剁椒鱼蛋是将剁椒口味和鱼蛋相结合 让不易入味的鱼蛋 口感变得丰富起来 剁椒不再酸色 口味更加复合 这个鱼蛋我们只是买过现成的 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您简单说说嘛 我就用了草鱼 草鱼去的骨只剩肉 对 咱们打鱼蛋的时候呢 你要把这个皮去掉 嗯 用破皮机打了 里边加冰水加猪油 哦 打这个泥一样 嗯 加一点点盐 加一点点粉 然后串成这个丸子 明白了 好 我先把这个剁椒做一下 可以 锅烧热加油 咱们还要加猪油 为什么还要再加一些猪油 猪油第一是润 但这个猪油更香 咱们把拍好的蒜搁里面 豆豉 椒 红彩椒 嗯 对 把这些东西呢 一起给它煸香 煸香 嗯 然后呢咱们把这个剁椒 这个水一定要比 太甜 嗯 哇 这个颜色立马就漂亮了 对 但是我发现一个特点啊 您这里面既有我们剁椒的这种鲜红 对 也有我们新鲜椒的这种鲜艳 对 它这为什么要加两种不同的辣椒 第一呢就是 调节一下颜色更红 嗯 同时呢将接下这个里边的咸度 要太咸了 哦 对 这个咱们调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特别热的油 嗯 油太热出来的是黑色的 其实大概呢 这就是一锅我们的剁椒料 对 是吧 有了这锅剁椒料呢 咱们做任何菜也都可以 对 然后呢咱们调一点味 胡椒 胡椒 对 胡椒主要是呢去腥 糖 哦 提个鲜 锅边醋 嗯 让它去腥增香 好 这锅剁椒呢咱就准备好了 可以了 是吧 好 接下来呢咱们把蒸鱼蛋的东西再准备一下 好的 咱们搁点这个剩瓜 对 剩瓜 也是丝瓜 然后剩瓜呢主要是把这个棱角的这个老筋去掉就好了 对 然后把这个呢摆得上 用你丝瓜来堆底 堆底 对 咱们为了这个鱼蛋啊 在这上面听话 撒一点生粉 哦 咱们为了让这个剁椒啊 也老实在这个鱼蛋上面 在鱼蛋上面呢再撒一点 哦 然后咱们把这个剁椒酱 哦 均匀地铺在上面 对 哇 哇 好漂亮啊 红白绿 大概要蒸多久 六到七分钟 六到七分钟我们就能品尝到联名美食剁椒鱼蛋了 差不多蒸个六七分钟了 对 咱看宫里的情况怎么样了吧 一二三 走 哇 哇 对 来 出锅了 出锅了 对 哇 太美了 哇 真的是太绝了 我们这个鱼蛋呢 它虽然就是带有一些淡水鱼的那种土形味 但是配合着我们的这种就是泡辣椒 你吃上一口两者之间马上那个味道就抵冲掉了 对 并且还保留了一些那种香辣的口感 这个两种食材的一结合 嗯 就是这个味道啊真的是一家鱼大鱼二 这个丝瓜清香味在这个鱼丸边上还有点回味 是的 做肠粉的姜比例一定要掌握好 底料就按照单单面的底料来制作 画重点 蒸肠粉的时候铁盘一定要提前加热 粉浆能快速凝结还很薄 鱼蛋可以自己在家制作也可以在市场买到 剁椒料要加入红辣椒和剁椒蒸7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画重点炒剁椒料要用小火这样炒出来颜色红亮不发黑 咱们看看锅里蒸的焖子怎么样了 好 这就快差不多了 好 好 哦 这是大概我们蒸了一个小时左右的这种状态啊 真的刚蒸好的 但是如果我们要吃的话 最好是给它晾凉了以后 再切 再做 对对对 自然放凉再去改造